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三月的十二号 我还在腾冲和顺 之所以还在这边 是因为城区里面我最想看的两个地方 还关着门 一个是第二面抗战纪念馆 一个是国殇墓园 所以只能等待 今天想讲什么呢 今天想讲讲东哥的一些小故事 因为东哥很多人老问他是什么犬 那么他是松丝犬 其实东哥他的上面还有一个哥哥叫Peter Peter也是松丝犬 Peter的性格跟东哥比起来完全是两种极端 因为Peter太老实 太不爱动了 但丁东就完全不一样 是老惹麻烦 是十分好动 所以说这个 那么如果Peter不出意外的话 现在Peter也应该有11岁了 但是因为Peter出了一些意外 因为当时我们是在希腊旅游 因为当时是土耳其希腊 我自己策划的海陆空之旅 在飞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 然后租车自驾了20多天 然后又从土耳其的南部最南部的一个港口 坐船到了希腊 当时我们是在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结果当天的这个晚上出了一个意外 因为Peter当天晚上越狱 可能因为要知道寄养宠物的时候 那个空间都很狭小 他越狱 结果他把自己的脑袋就卡在了两根钢管之间 造成窒息 所以出了意外 倒是就很伤心了 那么回国以后就赶紧去北京的秘云 又找了一条宋氏犬 就现在的东哥 没想到东哥的性格完全相反 因为他的哥哥以前就在我的店门口趴着 从来也不乱叫 也不会伤人 但东哥第一次伤人是因为 在我店面里面 有一个小伙子推销 好像推销一个什么 擦那个电脑的那个油吧 他不听我的劝阻 执意地往里面进 我已经在室内警告他了 我说你不要进来 有狗 结果他非要进来 结果东哥那是当时是一岁多 上去就把人咬了 这是东哥第一次咬人 东哥他不会随便咬人了 因为走在路上遛狗什么 他不会随意攻击人的 除非你侵犯他的领地 因为他的领地意识非常强 也很护主 但是不是很连人 然后智商比较低 因为宋师犬智商都比较低 宋师犬是靠这个 憨奔憨奔的脸来吃饭的 不是靠智商吃饭的 你看在温汤的时候也是有一次 他自己真拖着绳子 在外面溜达半个小时 把我吓坏了 我身旁再出现意外 那么结果没有出现任何意外 他自己 往回溜达 然后被我发现的 什么事都没发生 说明他不会随意攻击人 那么在温汤那边出麻烦 主要是因为邻居老来招惹他 那么他就怀恨在心 得住机会就下手了 所以说这家伙 确确实实 会惹麻烦 但是不能因为他惹麻烦 就像有些网友说 吃种狗不能要 要什么杀了 要杀了 要鼻气了 或者是要安乐了 不能这么做 既然养了他 是不是就要尽量的养到头 不能说说是随意的这么一气 有麻烦以后有快乐了 那么东哥今年已经有七岁了 七岁了 他的哥哥如果还在的话 应该也有十一岁了 那么东哥跟着我去了很多地方 像以前没买房子的时候开箱 所以带着他出去 那么最后我们去过墨河 北边最南 最北边去过墨河 那么最西边我们去过喀什 去过这个穆斯塔歌峰 那么最南边上的哥哥去的 就是皮特去的 我们去过海南 自驾海南岛 那么最东边也是上的哥哥 皮特去的这个洲山群岛 那么整个这十多年 因为我是从2005年开始自驾的嘛 整个这个15年下来 正好是他们两个 你看 正好皮特14年 他是7年 这断断续续的 一直在这个自驾的过程当中 他们两个加在一起 正好11年 那么中途有段时间 我没有养狗 我养狗是在 从2009年 2010年开始的 2009年 自从养了他们狗以后呢 就带着他们全国到处跑 那么养狗对我来说 最麻烦的事情呢 倒不是说惹麻烦赔钱 主要是把我困住了 因为他我不能出国了 因为不能够开着车 带着狗出国 手续非常繁琐 据说有成功的 但是据说非常麻烦 很难带出去 所以我想自驾房车去欧洲什么的 一方面是欧洲现在局势不稳定 难民也多 什么偷盗也多 一方面重要的就是他 有他在 这个就困住了 输不去 我的亲戚朋友也不敢接手 因为他这个东哥只认我 别人他都不认 就这样的一条狗子 所以没有办法 如果说大家问我说 房子上带狗是不是好足 那么我说带小狗还凑合 如果带条大狗 确确实实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除了这条狗很温顺 不会给你惹麻烦 你不用花费他多精力去看管他 否则的话 真的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 OK 关于东哥就说这么多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